镜头要转回到国内 代名来看到在加油站出现了这样的奥 真的是让网友看了之后说全头都硬了 这次有驾驶在网络上爆料 说当时在新北市树林一处加油站 目击有驾驶他开着名车去加油 当时对方是明确表示说酒吧加满 想不到结账时候这驾驶变称 说是员工听错了 而且他态度很强烈 还拒绝出示行车记录器 当时他丢了三百块钱之后 随即扬长而去 这样状况也让负责加油的打工妈妈 只能够含泪自掏腰包 带电了一千多块钱的差额 好 影片曝光之后 网友大家真的是群情激愤 炮轰说这价值没钱 你开什么名车 还有人说果然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不现在车主已经找到了 他说当时车子是借给朋友来开 现在已经付清差额 在烈日下辛苦帮顾客加油 工作人员一刻都不得闲 不过却有奥客来无理取闹 在14号早上的时候 有一台白色宾室车 来到这里告诉工作人员说 他想要酒吧加满 但是这钱却没有付清 根据网友梦吉指出 宾室驾驶说酒吧加满 本来该付一千五百零九元 没想到结账却改口只加三百 还不愿提供行车记录器就扬长而去 让负责加油的打工妈妈 一想到要垫付余款就忍不住哭出来 好在加油站方协助处理款项 没有让打工妈妈一肩扛 事情曝光后也引来大量网友不满 扬言肉搜 眼看越闹越大 宾室真正车主赶紧跳出来澄清 当时骑士把车借给朋友 以亲自到加油站补足一千两百零九元的差额 加油站方坦言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只盼未来为难服务人员的事情 能不再发生 记者方劝淮 刘萱新北报道